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说一部超炸烈的狙击动作电影 狙击精英巅峰对决 枪长两米 一枪能撕碎一辆七座的面包车 这么狂的反器材狙击骨枪 你见过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见识见识 深山豪宅的某一天 一个黑帮大佬被杀了 下手的是一个极其老练的职业狙击手 与此同时 海豹突击对一个攻勋级的狙击手自杀了 这样同样身为海豹队员的男主十分伤心 他不明白 一个狙杀了68人的神枪手 怎么会从人生巅峰走向自杀的绝路 不过他没有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最近一个跨过黑帮的大佬卡当夫十分猖狂 疯狂开疆拓图 已经有很多竞争对手被杀害 下手的是一个职业狙击手 为了应对卡当夫 联邦调查局和CIA成立了联合特险队 需要男主这个精英队员的加入 帮他们去哥伦比亚执行一下联合作战 男主很快出发了 根据线人的消息 卡当夫会在一个深山老林的住房里 和人会面 到时候突击小队就会冲进去一网打劲 这天他们出发了 可是一到房前就发生了爆炸 男主这才知道这是一个陷阱 而与此同时 安出的狙击手也开始补枪 男主角和观察手快速地测算着狙击手的位置 虽然发现了对方的大概位置 但铃声草秘还是让对方跑了 一次行动的大意让突击小队损失了十几名成员 行动是建立在情报的基础之上的 从行动开始之前就听说卡当夫要在这里和别人会晤 但去了以后却没有发现任何人 很显然行动的情报就是一个诱饵 而且内部绝对有人通风报信 他们通过调查发现 狙击手是一个绰号恶魔的人 根据近期卡当夫的行为表现来看 近期卡当夫那些被干掉的对手 都是被职业狙击手杀害 今天遇到的狙击手应该和之前的人是同一个人 而晚上队友就发现了 远处似乎有人在暗中伺候 男主急忙抄家伙上楼果然发现了对方 两个狙击手相遇了 男主看着对面 对面也在看着自己 距离1750米 子弹大概飞行1.6秒 男主先发制人 但由于飞行时间较长 对方一个转身就躲过了攻击 脱身的恶魔立马还击 男主也飞速躲避 钻进了楼梯间才躲过一劫 躲避成功的男主故意一动不动 让狙击手看见 似乎是想制造假死 而与此同时 行动的负责人之一的女主 也被队友死伤的痛苦折磨 她一直在暗中调查 一个神父似乎知道这个狙击手的下落 次日 队伍里的参谋告诉男主 对方用的是最先进的狙击捕枪的 自动制导子弹 飞行速度极快 而且每秒可以调整30次位置 不断地对目标进行锁定 就算你跑得快也很难躲过 男主昨天反应算是快的了 子弹能根据目标的行动 自己调节位置 一秒还他妈变动30次 这简直不需要瞄准了 队伍里的老兵不乐意了 那这样当狙击手也太容易了 还需要训愿吗 而经过昨天一战的恶魔 也以为大功告成 原来他不是来保护卡当夫的 而是为卡当夫杀掉男主的 卡当夫知道 海豹突击队派来了一个精英狙击手 整天寝食难安 而此次恶魔以为自己已经得手 要求拿钱 但卡当夫认为 对方可能还没有死 恶魔表示继续干可以 你得加钱 卡当夫一看 居然敢跟我谈条件 当时就解雇了恶魔 而此刻 男主这和女主一起调查恶魔狙击手 神父告诉他 恶魔在当地有一个女人 找到女人也许就能找到恶魔 路上女主一伙人遇到夫妻 男主下车战斗 女主一个人去找恶魔的情人 但对方身为顶尖杀手的女人 自然也有小兵看守 很快 这个黑社会就将女主堵住 女主绝被一顿暴打后 对方还想动手动脚 此时男主杀了过来 将几名喽啰干掉 女主成功复违 终于抓到了杀手的情人 并在他的怀表里 发现了对方的照片 由于知道内部有叛徒 男主明白自己的一举一动 一定会被对手了如指掌 他和上级通话后 申请独立行动 在没有找到满意的线索之前 自己绝不会露面 也不会和上级做任何汇报 彻底在上级视线中消失 上级欣然答应了 因为他也知道 队伍内部一定有卡当夫的眼线 这样做才是最保险的 他们在神父的安排下隐藏了起来 要想打败对手 就要扰乱对手的计划 然后使其犯错 为此男主决定 从卡当夫一切可能的眼线开始 专杀卡当夫手下 斩断他与外界的关键联系 次日就有三名黑帮分子被狙杀 而且全部都是直野狙击手所为 不过和之前不一样 之前被杀的都是卡当夫的对手 这次死的全是卡当夫的人 难道是有人做起了黑暗骑士 暗中守护一方 当然不是 下手的正是男主 卡当夫更加确定 男主绝对没死 而且说不定哪天 就会杀到自己头上 为此他只能再次请恶魔出山 与此同时 男主在其日的暗中作战中 也和神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队友的自杀让他很是难过 在神父的帮助下 逐步解开了心结 而队伍中的一个人 看到男主整天扮演黑暗骑士 到处暗杀 也开始深情 把男主送回去 这样下去 他会极大的扰乱这里的秩序 威胁甚至超过了黑帮分子 上集也知道 对方说的有理 要不了几天 男主可能就会被遣返 而远处的恶魔 接到了新活 也正无所不用其极地 逼男主出来 他花仲经打听到 这里的一个神父 一直在暗中帮助男主 为此 他抓了神父 这天晚上 男主继续在街边等待 和神父碰头 但却迟迟不见神父的身影 女主已经和神父 打了两个电话 神父一直没接 男主预感 可能是有什么事情 来到神父住宅附近后 男主一眼就看出 恶魔肯定潜伏在附近 他们急忙找到狙击地点 对杀手进行锁定 结果看到 马路对面的神父 正掉在一棵大树上 神父很快就会窒息 男主要么开枪打断绳子 要么就眼睛睁 看着神父被勒死 女主请求男主赶快出手 男主知道 一开枪就会暴露位置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男主再也忍不住了 只能开枪 第一枪绳子没断 只能继续开枪 对手立马锁定了 男主的位置 果断开枪 男主翻身躲破 神父奄奄一息地跪在地上 被支支手 一枪打倒 神父死了 整条街的人都来送葬 在送葬时 男女主发现了 路边有一个神秘人 他们果断去追 这人也是卡当夫的眼线 他们逼问卡当夫的下落 对方要哭了 我不能说 说了全家都会死 男主说 别跑 我保护你 好吧 我说 于是手下说出了卡当夫的下落 第二天 卡当夫就被抓了 What the fuck 这他妈是什么脑散剧情 合着卡当夫这么好抓 还派男主过来干什么 合着你们随便找个手下 一问就问出来了 而且这边一问出来 找到位置就能抓到 一开始还飞那么大的 去干嘛的 又是清海豹突击队 又是搞突袭的 还炸死了十几个 发现情报是不对的 一开始抓个小兵一问 不就行了吗 男主也省了 卡当夫也不用请狙击手了 一个横跨几大洲的黑帮老大的位置 这么好问出来 被那个劲干嘛呀 只要街上有卡当夫的人 过去问一下不就行了 太脑残了 不说了 往下看 卡当夫终于被抓了 马上交运往迈阿密进行审判 但他们知道 路上狙击手为了脱碎 一定会想风设法的 对押送进行阻止 要么接球 要么杀了卡当夫灭口 为此他们派出了一群狙击手 在各个高处 时刻观察路上的一举一动 对手果然来了 而且带来了一个重型狙击炮 枪长超过两米 枪管最粗的地方 几乎和施瓦辛格的胳膊一样粗 和奥尼尔的B绑一样壮 子弹跟榔头一样大 全警官看时 就是这么一番景象 霸气 而男主也是有备而来 几个狙击手全部严阵以待 时刻观察着一切动静 亚送卡当夫的车队终于来了 白色的货车就是卡当夫的车子 但这其实是一个诱饵 就是为了逼狙击手和捷球车队露面 终于可疑车辆出现了 正是现在 狙击手要开枪了 看看 这么牛逼的一个反气财狙击步枪 到底有多少威力 你看过的最牛逼的狙击步枪有多猛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超大型反气财狙击步枪一枪命中 直接把货车撕成了两半 手下也开始截球 车都炸了还截个锤子 老大估计都成三仙馅了 不过还没完 为了防止卡当夫还没死 狙击手再次开枪 巨大的后座力简直飞击 汽车直接被打爆了 而如此巨大的威力和整天动地的动静 也让男主一下子锁定 一枪就干废了对手 狙击手终于死了 今天这个其实只是诱饵 真正的卡当夫已经押往迈阿密了 当然诱饵诱过的不只是卡当夫的人 还要给卡当夫通风报信的内鬼 原来是他 不过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剧情这么脑残 本来也没有任何卧底悬疑感 要不是为了看最后三分钟 那个堪比奥尼尔大腿一般的超级重型区 谁会看这么一个片 好了 这就是电影狙击精英巅峰对决的故事 就从这最后的三分钟 看了整部电影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 霍金姐或沙雕的电影 这就是电影独立的故事 这就是电影独立的故事 谢谢大家 这个电影独立的故事